第一赛段刚录结束的第二天 人编剧多门老师 四点多三睡 十二点退房 我是六点睡 十一点就安排了 包军啊 首先正式恭喜亮桶一学 晋级第二赛段 现在心情怎么样 开心 你们两个不开心 不开心 有种被绝杀了的感觉 确实被绝杀了 被绝杀了 这是你在最后关头输了 彤彤 你知道 我没有得过第一吗 你真没得过 没有 从小到大 第二呢 第二也没得过 第一次第二 也很好 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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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次第二也很好 瞬间就 可以 我觉得还挺好的 刚才我觉得没有得第一 有点不开心 但是想想第二也没有得过 就好很多了 那我们今天的分数是多少 一万一千分 所以我们是输了一百分 整整一百分输了 一百分 下了一百分 这个一百分如何 我说实话 我觉得挺好 确实是挺好 但是就是会有那么一点点小可惜 你不觉得这是冥冥之中 有人在告诉我们 不要千万不要膨胀 也不要骄傲自满 这个事情难道不会让你去做下着赛段作品的时候 就算怎么样的时候 你都会知道 可能随时有人会 半路杀出个程耀机 旅言成长了 确实是谁 很迟话 因为我建了个别的群 在开始的时候 旅言工作室 旅言喜剧工作室 但那个群还是很活跃的 这是一个啥群 那个是包罗了所有这个比赛里边的艺人的一个群 那这个啥群 那个就是 整骨群 整骨群 对 整骨我的一个群 整骨我们团长的一个群 主要是 里面都是就是想学习吐槽的一些喜剧 里面就是一些阴阳和讽刺我的 然后 然后我还在群里 非常过分正大的 就纯羊 出题 还得出题考 还有 对 出题 对 土豆是在这个群里的 有一天拉进来都惊了 这是什么群 这是 然后呢 大家纷纷改名 对 然后就是说 就是大家都改名 开始说那个吐槽灵基础 吐槽的曾有我们编剧 吐槽的原搭档 然后还有什么 你叫什么 我没改过 最近一星期 最近一星期确实没人说话 对 大家太忙 这个群是谁建的 你为什么建这个群 主要是也想学习 不是 当天晚上是大家建了很多 就是兴趣爱好的一个群 有人爱玩游戏的建了个群 有人爱打台球建了个群 看电影 收藏的 欢歌一看 他就建了个群 学习喜剧吧 我说旅游工作室这群得建 因为最开始我们 结果最活跃的就是我那个群 对 其他群都没人说话的 后来其他群就解散了 就纷纷加入这个 对 一周以后还有新人进呢 那个人数眼看就要破两位数 我说演员才多少个 你觉得大家为什么进这个群啊 我觉得就是 就是对吐槽那种求知吧 我觉得不是 主要想吐槽吧 对 主要是吐槽 进来吐槽 吐槽谁啊 吐槽我 那你对这个群有什么感受 我觉得挺好 挺好 让大家在忙碌的之余 有一些快乐的一瞬间也是好的 哪怕你因为里边其中一个人的一句话 笑了一次也很好 是一个确实能够产生一些欢乐的地方 那你对欢歌有什么想说的吗 还有这个行为 我觉得挺挺好 我觉得欢乐就是 他私信我了 这个事 他私信我了 好 那咋说的 然后他说你行 我说 欢歌行行行行 好好好 我说问我打个问号 然后回来 你就比我大两岁 你就是比我大几岁 要不然 好好好 我读出潜台词了 要不然真骂我 教训我 我也就叫你声歌 你看你要是比我小的 你看看 除了你刚刚说的那些 那个群里还会发什么 出题 给团长一顿出题 一个图片 团长在米味的各种 行踪 对 行踪 会拍下来放在那 对 吃饭的时候拍 门口也拍 抱狗也拍 活捉一只团长 一个图片 还有那种 我在远远的拿手机拍 就是我在很远的地方 你说这样拍 也有 你这是私人粉吗 对 顶礼顶礼膜拜 对 然后要不就出点题 一张图片拽进群里面 下面大家请针对这张图片 开始吐槽 展示你的吐槽意 欢歌不是说吗 他第一赛段说 自己一直想成为一个戏人 我觉得非常戏人 知道了 完美的一个 融入 并且集合 并且整洁 正有超越的趋势 对 我要那个骄傲了 不行 我还得见二群呢 第三赛段 我们把二群就要再见了 好 我们这个赛段 选择的场景是 网约车 这不就是你自己生活中遇到的 所以 这个其实挺那个事 这个事的话 其实一开始说 处处是舞台 我其实 这个艺术也是来源于您的生活 董事长 不是 就是在出租车上对乘雨接龙 有的时候脑子比较卡 对不出来 就是一开始的时候 跟人对乘雨接龙的时候 然后就是有个司机 就老想大话 老想大话 我一开始觉得司机好奇怪 后来发现可能不是他的事 然后觉得这个场景挺蛮有意思的 就是跟身边 我一般出去像出远门什么的 我举个例子 像我们那个 我和库腾 在一块拍东西的时候 我们出去旅游 不是旅游 就自驾什么的 我们在车上也会玩一些游戏 所以当时在车上就是 你在跟你朋友玩摄影接龙 然后那个司机就会想要接话 想要加入进来 那他加入成功了吗 还挺成功的 因为他只要一张嘴那一瞬间 肯定是有一个人想不到 他想到了 你就玩起来了 没有 我就说是我们俩玩的 一整个制止 师傅 特别好 但是我们两个想自己玩一会儿 不好意思 小伙子 我这确实是太简单了 有什么不适应的地方 第一次观众的反馈 说何欢和邓帅表演略微小品 看到这个反馈的时候是什么感受 我其实 哭了 差不多要哭了 第一次看到人说我 其实我也在怪他 他因为他太新 可能我跟一个别人演起来 可能就没有这种 主要是他太新了 我觉得咱又没包饺子 对不对 没有 那我以前也没有包饺子 就没包过 我就没包过饺子 你觉得你哪些方面 让大家觉得你演的小品 东北口音这个事 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改不了 你是什么时候意识到这个事的 认识旅言之后 他才知道自己说的是东北话 东北话可能情绪会更加的贴切 效果会非常好 那在这里呢 我觉得他的思路太快了 我跟不上 这可能是我最直观的一个不适应的一个点 最开始创牌的时候 我有很多不理解 慢慢试着让自己去理解他对不对 你为什么不能直接问他呢 因为没有一个理解的 我一直认为他很多东西是对的 但我现在的不理解是 我得从我之前的东西慢慢地走出来 但我觉得现在的表演有一点融合了 渐入佳境 还有一个不适应的是 我可能是需要一个反复的排练的一个状态才能上台 但是我觉得旅言可能跟我不太一样 我基本上是 做的东西都是即兴的来 一个新作品是吧 我们最起码得上台 一个KTV的 我最起码得知道我坐哪儿吧 我上台 你都知道 这么陌生的 就相当于 我上台一时随便找我地坐就完了 你现在这样干什么老师 这是个门 这是门 对啊 那我俩在哪下啊 你干嘛 我不唱这首下两个 那是下两个 那这是什么门 这是真的门 我想要的是啊 我觉得如果我们上台再感受会更恐怖 会更更恐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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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当你带着恐惧感的时候 你的精神就不同了 这也是个新的理解 但我觉得也挺对的 其实我又能理解他 但是这种恐怖 太恐怖了 太恐怖了主要是 你们俩现在谁影响谁了 欢歌这个人挺好的 他虽然需要变变的排 但看我不参加了 他也就不应来了 他转而用一种怀柔的政策 他默默地排 然后就看着我 让我搭词 我就不得已就跟着搭 就跟着就排了起来 我觉得十分的努力的话 九分得有吧 欢歌因为有一个 加了一块吸取的东西吧 一身汗 确实站在旁边 我得看得很不容易 哥哥不容易 那段那个是挺狠的 身上都湿透了 跟健身旁一样 觉得我才7.5到8 8分 我还没有做的那么好 能让他觉得 哇看到怎么这样 但是我坚信 如果这个节目 我们走 还有时间 在这一个月里 我会把这一段弄得 让你觉得真好 都在那里 有这三个月门 发露了 也 genial 就是 你 可以 最好 我在那里 然后 我 咱们压一嘴 这脚 这脚帮让我终于注意 吸吸 他不吸吸 他吸吸 他不吸吸 不吃饭 不也不吃啊 好几天了还不吃 那行 那明天不吃饭了 那我不白矮了吗 啊 那我不 白矮了吗 今天准备的怎么样 我感觉刚刚很冷静啊 今天展演师拿了自己啊 打车了 走了拜拜 什么心情啊 今天打个专车吧 今天为什么打专车 因为快车装不下我 哎呀 是第一名不能做快车吗 装做豪华车是吧 我感觉有关键 这首离心良心 真正这种 看喜习 他不喜习 我们俩是有一个共同创作模式 我们俩是有一个共同创作模式 我们俩会听歌 可能有的演员他觉得 先把包袱垒出来 咱们再想这个 但我们俩可能不是 我们就会放一首歌 然后我们俩就会在这听 然后看那个歌词 然后可能闭眼睛会想这个歌词的故事 然后想会有什么样的两个人物 然后在这个歌词的意思里边 他们会发生什么 然后我们再去扩散 属于我俩独特的一种创作模式 嗯 我方四位补充 然后四位就唱跳音乐剧这方面 是非常 的 这个加上出卖集吧 出卖集是音乐剧系 音乐剧系 音乐剧系 演员生毕业 我觉得我们喜欢 多数我还有一个点 就是喜欢那个结尾 就开场的那个音乐 是迎接 最后六方的那个音乐 是离别 这样不然其实鼓的 有对 不要再走 要不然在这边就好想 好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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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高低 最危机就做这个 哈哈哈 这是什么 我的蚊子 我的蚊子 最终的蚊子 一件一件事 哇 这边真是贵 他也还这个 这个 做个这个干什么 所以咱们都是先选歌再出本是吧 所以咱们都是先选歌再出本是吧 对 就我们这些人去跳 所以他们都很特别一点 我们拿歌 对 最好就这本 我们是想象力特别普通的人 我们的优势是我们可能讲故事上比较有经验 所以比如说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场景 给我们一个很特殊的关系 然后我们能想办法把这个关系变得是一个合理的故事 一个完整的 那太适合了我俩了我俩就适合想场景 你可以说场景我们俩想十的 真的 我们觉得今后有一段你们一定会感受 真的 我们的优势是最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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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的优势是最好的 我们的优势是最好的 对 如果能想到更好的我们也 我们也 你真的想要想特别的游戏 能不及 fella 女孩还是这样的 ということで 她可以让你更好 没有变成一场 客户手相跟住的事是一件挺忘卖的事 然后在两点钟的时候给我发来的这种 天啊 你还忘记这个 那个纸条为什么会写出出美籍的信息 然后落到刘思维的手里 喷变一次可能这辈子 那个情感明都得是拖着的 最前个我的建议就没成 那块就是把我一打开 就赶紧说住院级走 谢谢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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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给团长开来 给团长开门 给团长开门 好 好 好 看起来好真的吗 你还要相信 我相信你 我相信你 但是好热的 太好了 我们把这作品保护 接下来就让他更好笑 有问题 谢谢 怎么还没开我这种 这么厉害 看到你 那是他 不怎么会 穿过大雨 穿过大雨 看起来 穿过大雨 看起来 穿过大雨 看起来穿过大雨 看起来穿过大雨 我一口气喝完 因为我选 我选要瓶盘 喝这个水 也要一口喝完 我一口喝一口喝了 好 把您写开 这排好吃客人 我没设想过 因为我不是一个有计划的人 我是一人FG 是不是的 是吧 屁人是有计划的吧 屁人没计划 我是ENFP 你是个屁 我是没计划的那种人 就是我前三十多年 有记忆开始 我就是个没有计划的人 我就是喜欢过那种无拘无束 不要给自己计划 你该面临什么就去面临的什么 我就这样 我的生活 虽然说我过的每天都很开心 但是我感觉我的生活是一团的 我的女朋友再去处理这事 她会把家里的事 就是比如说衣食住行 我女朋友会整理的很规整 因为她是个很有计划的人 我就是那个 躺啊 融入 融入到生活中 跟生活打伞 所以我就从来没想过 该怎么去做 我只是尽到我该做的 我觉得团长只是一个名号 然后我就服务于大家 什么也好 你想其实那个时候 我就着手于 要做自我们团队的 就是胸章啊 衣服什么的 然后也去做了 结果没做出来呢 所以你说这个计划有啥用呢 其实我在第一天 我就开始筹备这个事了 中间其实有18天到2天的过程 你说2天到现在了还没做出来 你说计划有啥用啊 你永远 你赶不上那变化嘛 对吧 所以这个三段 作为一个屁人团长 屁团 毫无规划什么 对这个团 没有规划 我觉得作品才是硬道理吧 只有这样 要为是真人 我屁 你也是屁人 哎呀他都多乱红了他都啊 放点那个他日常中 干点啥事的花絮 打个 喝个那个叫什么 那个叫类似奶茶的东西吧 他打之前我就跟Plaz说 我说他一定会整一身 整一桌 整一地 我不气来 这就叫吸引力法则 他就非说那一定会 他就一定会 所以你们两个屁人 现在要带这个团了 你俩这次有分工吗 没分工 没分工 我俩屁有啥分工啊 俩屁人啊 啥分工没有 本来就是个没计划的人 只能是我们遇到困难 就去解决一个困难 然后解决不了 我们就去硬摸那个困难 只能是这样 因为其实我们自己呢 一目三文地儿 还整了一团乱麻呢 往往是一波还未平息 一波又来清晰 对